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上禮拜教師節 我的學生寫信給我的人非常少 但是其中有人寫給我 他說老師我上你的課 我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當老師了 已經當老師也很久了 我到現在為止最記得你講的話 都不是你上課教的內容 我有一句話 我有一句名言 順便這個告訴大家 現在還是有效的名言 叫一日為師 終身服務 是服務 不是為父 為父的話到過年我會非常慘 因為你要跟我要壓歲錢 我好像不能夠不給你 服務的話 反正你到時候要寫推薦信呢 要幹嘛我都還可以幫你忙 就是他說他要記得這句話這樣 所以我也很感動這樣 要不然的話很多人在教師節那天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放假 放假了你也不知道 有什麼老師需要感謝的 我以前都講說教師跟肝炎一樣 分成三型 A型老師是那種 你上過課 你覺得很感恩的老師 這種老師數量不多 那B型老師呢 是你也上過課 但是你非常恨的老師 如果你的A型老師的數量 大過於B型老師 你大概這輩子求學 真的是非常幸運 如果你的B型老師呢 大過於你的A型老師 你真的上到現在 會對念書還有點興趣 那真的都是不知道誰幫的忙 你認為這兩型的老師 已經很糟糕了嗎 不 最麻煩的是第三型老師 C型老師 這型老師呢 就是你上過他的課 你永遠不記得他是誰 這是最可怕的 各位現在當學生 學生一樣有三型 從老師裡面想看 A型就是我們教過 或者沒教過 但是我們記憶非常深的學生 將來可能有一些 變成師生的 變成朋友的緣分 有一型就是 你教過你很恨的學生 你就恨他這樣 你就恨得不得了那種 我沒發生幾次在我身上 最多的是C型學生 我教過你 我根本就不記得你 所以交結過後 我們好好的思考這個三型的老師 跟三型的學生 好那這禮拜呢 我發明了兩個笑話 發明都是跟時事有關 第一個笑話 我先告訴你 從1到10我認為 笑點只有2 所以萬一你能笑 我非常感謝你 萬一你不能 我已經先說了第一個笑話 第二個笑話 是我改編到 我今天看到的一個笑話 我改編的 那個笑話大概在5左右 1到10 10是最高分 好所以現在講第一個笑話 最近最流行的那個連續劇 在日本叫做半折之術 雖然台灣還沒演 很多人都看過了 這是很多人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還不了解這個社會 你才會覺得奇怪 你了解這個社會 這一點都不奇怪 連日本人那天來 我接待他們 有兩個日本教授來 都在談半折之術事件 那半折之術的一個很有名的話 叫加倍奉懷 請問半折之術加倍奉懷以後 他變成 一折之術 一折之術 一折之術離第二件 五八折還有很遠對不對 這可以是一個數學題目 請問半折之術 離第二件五點八折有多遠 你看嗎 我說二吧 看你們好像是零 還有負的這樣 好這個笑話稍微好笑一點 最近不是都有政治的事件嗎 對不對 大家對政治人物其實都有 不管你是哪一個黨派的 大家對政治人物常常不滿意 政治人物其實 享受了社會很大的福利 目的就是讓我們來恨 所以有三個政治人物 這原來是德國的笑話 我先告訴你 今天早上看書看 有三個政治人物坐在船上 結果那艘船沉了 請問誰得救了 原來的答案是德國 德國三個政治人物 三個政治人物傳承了以後 德國得救了 那我就不要講到我們當代 到時候這一段還被卡掉 對不對 我們會有一張專門講政治笑話 那我們不會到政治笑話的時候 才講政治笑話 政治笑話有的人認為 極權國家沒有政治笑話 什麼時代都政治笑話 這些人根本上就是 讓我們來爽的你知道嗎 好 那來這兩個笑話 顯然我認為有五 你們也沒有到五 也許我到哪一天我就放棄講笑話 不講給你們聽了 講了反正沒有用 沒什麼反應 好 同學收集的笑話 好 同學收集的笑話 他說修什麼 好 好 因為你們把所有的作業 前三個作業做在一張 一個作業上面 所以 我要先看一下 好 這段我要念一下 這段有另外一個笑話 後來學生還加了一個笑話 我認為蒙娜麗莎沒有微笑 這個是不錯 只是將一幅畫叫做 蒙娜麗莎微笑的層次 比叫做蒙娜麗莎麗莎高多了 真的嗎 為什麼不寫蒙娜麗莎的困惑 她到底有沒有微笑 或者讀者的困惑 她到底有沒有微笑 她說就像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 各位知道少年維特的煩惱 知道 不知道請舉手 少年維特都知道 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印刷頁不太那個 我一直看到那本書的書名叫 少年維持的煩惱 我一直不知道那本書叫少年維特的煩惱 這個台灣統計大概不會感受到這個 這一樣是外國學生這樣 結果呢有一天學生跟我說 開完這玩笑說 老師現在少年都是推特在煩惱 Twitter 少年推特的煩惱 這是去年學生自己加的 他上完課以後寫信給我 發了一個簡訊給我 說老師現在是少年推特的煩惱 我剛剛還不知道這梗在哪裡 我想這學生中文真差 這還打錯 結果後來發現是個笑話 好 那這個同學 他說少年維特的煩惱 其實在講少年維特 沒有他講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維特的有什麼好講的 那傢伙蠢到不行 蠢到必 他說他加上的煩惱三個字 就多了很多文藝氣息 你要寫成少年維特的自殺原因嗎 聽起來像是一個調查報告 對不對 警察局出的這樣 好 所以台灣將這幅畫 中文藝名取為少年維特的 蒙娜麗莎的微笑 對不起啊 老師現在現沒介紹 這個想玩笑話沒人笑 這是很大的打擊 你知道嗎 這等於是被踢在 被打在地上 然後又踹兩腳 那兩腳自己踹 台灣將這幅畫取了中文藝名為 蒙娜麗莎的微笑 好像就勝了對岸的蒙娜麗莎幾分 對啊勝了的微笑三個字 對不對 好啦 那他蒐集了笑話 同學一是男的 有一個宅男跟一個美女聊天 宅男問美女 你聽過蒼井空嗎 我以前剛開始知道蒼井優 後來知道蒼井空的時候 我就說是不是打錯字啊 才發現 原來他們都很喜歡 你知道嗎 用這個 這樣什麼 你到大陸去買那個仿冒品 都什麼A貨B貨 你知道嗎 所以就怕哪一天呢 在網路上 AV片也有身中差 你知道嗎 譬如說身中高啊 身中樂啊 配合我的名字啊 你知道嗎 好吧 蒼井空你知道嗎 他還住一 你知道嗎 我看住一寫什麼 笑話還要寫住的 我實在太佩服這位同學了 欸 欸 住一寫在哪 欸 你寫著住一 你寫著住一 然後住一不見了 好吧 美女回答 不知道 他不知道蒼井空是誰 宅男又問 你沒 那你聽過 潑脫也結一嗎 你的一寫錯了同學 哈哈哈哈哈哈 又括號寫住一 你寫在哪啊你 是不是什麼神奇墨水之類的 好 美女答還是不知道 宅男又問 那你知道林志玲嗎 美女很訝異的問 林志玲也有演A片喔 喔 你注意在下面啊 哎呀 注意這兩個都是著名AV女優 你寫給老師看了嗎 好 第二 欸 為什麼這個人只有兩個笑話 有個過了試婚年齡很久的女子 突然想結婚 人家問她為什麼 她回答 因為她想開了 有人得到她了 過去試得到 You got it 有人她想開了 OK 這有點那個你知道 分析原因 都是很低級的黃色笑話 應該因為她就是一個低級的男子 所以連第三個都不問下去了嗎 這是作業同學 我好叫罵人的這樣 好吧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你們這分析也蠻好笑的 可是應該有三個笑話 所以你沒做到 同學二是女的 去角質要去哪呢 去角質 女生大家都知道 答案是光滑商場 很光滑 同音一致的嗎 光滑商場 要去角質 所以下次男生去光滑商場 你們女生也去光滑商場 懂嗎 我覺得你要不然女同學畢業以後 就到光滑商場開一個去角質的店啊 所以你的店在哪呢 光滑商場 了解嗎 從這裡可以得到開店的店名的idea 我覺得不錯的 老師可以替你站台 雖然老師不太光滑 只有自己笑了好慘啊 這天老闆把小明叫我來說 小明你這個計畫的想法太爛了 給我回去一下 給我回去重建一下思路再回來 隔天小明就飛往新疆 再也沒有回來過 重建一下思路 欸思路不需要重建吧 應該是重走吧 思路不是建的吧 小明是不是靠飛的過去啊 他不是風箏嗎 好第三個笑話 有一天有一個人在海邊講笑話 結果聽的人都淹死了 因為海笑了 所以各位在海邊啊 記住不要講笑話啊 分析原因 顯然他喜歡諧音笑話 同學你的分析真的是太酷了 我跟你講 我佩服你啊 完全抓到重點 第三個反問對象是爸爸 我先看一下 哇 爸爸講得非常長 一個偏僻的鄉村有個養豬農 一天有一個年輕人跑來問他說 阿伯 你用什麼 什麼 起底 對不起啊 這個老師有時候台語不太靈光 天啊 你爸用台語講 你應該錄下來 我們就放你爸爸講 對不對 阿伯說 我都用收水啊 用收水 年輕人一聽就拿出他的證件說 我是愛護動物協會的人 我懷疑你虐待動物 說完就開了一張十萬元罰單給阿伯 還沒完 隔天 這段我就不太知道為什麼 他用收水為什麼要愛護動物協會 隔天又有一個年輕人跑來問他說 阿伯請問你都用什麼 那你起底 起底 起底喔 養豬啦 他講什麼 他用收水 那我懂了 我懂了 這就是這種 鄉土教材的毛病 有時候他要的是發音 你其實講意思 我就可以唸成 把他發音發出台語來 那你又要寫發音 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他寫這樣子 你會知道嗎 除非你們都是看網路的 那萬一你起高呢 起高啊 怎麼辦呢 有低又有高啊 我跟你講我保證那個大陸 新加坡香港這種 絕對看不懂 好 隔一天年輕人阿伯 請問你用什麼起底 你用什麼來餵豬 阿伯心想 哇靠 再來一次 於是記取昨天的教訓就說了 欸 我都用鮑魚 NO一次 麥當勞肯德基餵他們 麥當勞肯德基跟反正一塊 你也太搞笑 年輕人一聽 就拿出他的證件說 我是肌肉三十協會的人 我懷疑你浪費食物 說完又開了一張 十萬元的罰單給阿伯 阿伯的已經氣到快吐血了 阿伯這時候已經出了二十萬 肯定阿伯 難怪台灣的農業 越來越不發展 第三天 所有的笑話都要三你知道嗎 這為什麼要叫你們找三個人就這樣 一個境界比一個境界高 講到現在為止 知道第三個 第三個是出什麼事請舉手 厲害吧 說上禮拜的還有人知道 這次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我沒聽過這種笑話 第三天又一個年輕人跑來問阿伯說 阿伯你懂用什麼起底 阿伯心想 這不能念啊 三個字國媽懂嗎 跟你媽媽發生一個什麼關係 那句話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再來兩次還不夠 這樣子 於是就很堵爛的大聲說 國媽一個字的 什麼 前面空著那個字 大江中午我就給他們兩百塊 叫 就 要吃什麼自己去買啦 要吃什麼自己去買 所以阿伯再也不敢用任何東西餵他們了這樣 好 他分析他爸爸的笑話 這是他最喜歡的笑話 他家世代務農 所以喜歡這個笑話 應該與他的人生經驗有關 同學 我覺得絕對是的 希望你到時候跟你爸爸一起看這一段這樣 這個笑話非常有原創性 我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不過下次你跟你爸回到老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他們用什麼起低這樣好嗎 好 最後一個是他自己的笑話 為什麼一定要講這個學校呢 我怕這段會被刪掉 1 有一個台北第二個字是數字 被女的學生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眼睛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再小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台北勢力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勢力 Eyesight 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畢業的 好 台北勢力 台北勢力第二的話 那就比較差的是吧 這0.8之類的 第二 小明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借紙 寫東西的紙 老師說 我不會帶那種東西 戒紙 戒紙 OK 老師要戒紙 老師以為要戒紙 OK 我不會帶那種東西 那萬一你跟你的男朋友說 可不可以戒紙 然後男朋友說 我們才剛認識 這不是很尷尬嗎 所以同學自己戒著紙 OK 人家要跟你要戒紙的時候 你說喔 你要紙喔 來 AA 這廣告不錯 戒紙 有一家新公司要開幕了 老闆想取個想像樣的名字 他想 這是我要怎麼唸 我寫出來好了 你看這我要怎麼唸 難道我有不同的理解嗎 他要取名字 他說 取教能力好了 應該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要打這個括號呢 你的標點不知道有問題 同學 老師還是教一下 他想取教什麼 能力好了 這個名字真響亮 結果招牌出來了 叫能力有限公司 能力有限公司 好 他自己分析 這個自我分析 同學你是看過精神醫師還怎樣 我喜歡無聊的冷笑話 那我剛剛那個 你應該很爽吧 今天的這個 但是第一個笑話 因為跟自己的高中有關 唉唷 自己什麼需要用這種方式介紹啊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覺得那種類型好笑 都是跟人生經驗環環相扣 不錯 我覺得你的分析非常好 來我們來看第二個人 啊 你看這就這樣 除非這兩個有串通 受訪者一 海嘯 有一天小明在海邊說了一個笑話 然後他就死了 他只有死一個人 剛剛那個死很多人 所以 因為海嘯 刺蝟公車 有一天有兩根針走在路上 他們看到一個刺蝟 一根針就跟另外一根針說 欸公車來了 我一定要 你們不當老師你不知道 他的第三個笑話是這樣寫的 第三個笑話 0遇到8 不是3點0遇到8 OK 這笑話我聽過 所以我才知道 光看題目我就知道 0看到8知道請舉手 謝謝 有一天0看到8 就跟他說 欸你今天細腰帶喔 這我聽過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覺得蠻好笑的 坦白說 好 受訪者一是他的高中同學 這個笑話是他在新生書院 擔任對付時準備 並覺得好笑的 我覺得他會認為這些笑話好笑 是因為他擔任對付 必須要有一個短一點 笑話不會複雜的笑話 你們應該對於這個 我覺得學校應該對對付的人員 做出這種笑話評鑑比賽 你要擔任對付嗎 那請講三個短笑話這樣 好 或者你講一堆笑話給他聽 叫他拆這樣 有一陣子 哇大概十幾二十年前了吧 警政署署長 這真的新聞 真的新聞 警政署署長認為警察執法呢 常常會讓老百姓討厭 所以呢 就想出一個辦法 要警察呢在執法的時候 能夠跟民眾親近 所以執法的時候要講笑話 警察的壓力很大這樣 先生幹嘛 我先跟你講個笑話 你講完以後再取締說 先生對不起你這要罰三千 你知道嗎 很多警察就非常痛苦 因為不會講笑話你知道嗎 而且面臨的是那種很尷尬的行徑 你還說先生我先跟你講個笑話 才開始執法這樣 後來這政策果然如大家所預料的 暢衰的這個笑話 這個政策沒有執行多久 就全部垮了 也不可能嘛 只把人講笑話 而且那不是 不是 你知道 總不能在海邊抓到一個人說 有一天海 然後海就笑著死了 不能講這個笑話嘛 懂嗎 好 受訪者二 第一個笑話叫大嘴魚 這個笑話要配合嘴型 我最討厭這個 每次都要老師 聽過請舉手 哇那麼多人聽過啊 好那我就要一個人上來表演 算了你們沒有簽那個 有一天有一隻大嘴魚 油啊油啊油的碰到一隻小蝦米 大嘴魚就問小蝦米小蝦米 你平常都吃什麼東西 小蝦米回答我都吃浮游生物啊 大嘴魚說喔然後他就游走了 接下來遇到一隻比自己還大一點的魚 大嘴魚問他大魚大魚你平常都吃什麼東西 大魚回答我都吃小蝦米 大嘴魚大嘴魚說喔然後他又游走了 最後他碰到一隻大鯊魚 大嘴魚說大鯊魚大鯊魚平常吃什麼東西 大鯊魚說大嘴魚啊 大嘴魚說喔 我的嘴型有比錯嗎 好吧 第二個笑話叫跑得快 跑很快 天哪你笑話都還有名字 小蝦米跟他的同學說 我跑得比火車還要快 這我好像也聽過 他同學不相信 知道答案請舉手 聽過的請舉手 這個也沒聽過 好同學不相信 於是他們就決定去搭火車證明 結果火車開始動的時候 小蝦米跟火車並駕齊驅 後來小蝦米越跑越快 最後小蝦米遠遠拋開了火車 為什麼 知道答案請舉手 這很酷我沒學過 他不是風箏 我先告訴你 那個答案有橫過我的腦記 但他不是風箏 答案非常的白目 因為小蝦米真的跑得很快 OK 這蠻好笑的 你還以為有什麼沒有 就是這個答案 OK 不錯不錯 酷 這個答案這個笑話是以前 兩年前應該不講兩年前 前兩次上課的時候 經常出現笑話 出現到後來同學都不想聽了這樣 後來我就每次念到笑 有這個笑我就跳過 有非常多版本的叫 湖中女神笑話 聽過的請舉手 湖中女神各種版本 唉唷 放下 對不起 這時候你們應該講 Gesunheit 或是Bless you 我們在台灣答案 好髒 金孫 笑話叫金孫 有一天有個奶奶 帶著她的孫子去湖邊玩 不小心她孫子釣到湖裡去 然後奶奶心急如焚 無所事從 湖中女神就起來了 問她說 你釣到湖裡的是個金娃娃 銀娃娃 還是普通的娃娃 然後奶奶看著自己孫子 在湖中女神的手上 哭喊著說 是金孫喔 湖中女神咒著沒錯 你太擔心了 你太貪心了 然後就沉到湖裡去了 受訪者3 第一個題目叫Yeah 有一天上課老師在點名 老師說 林誕大 學生回答 Yo 陸續點下來老師點名 小明 老師說蔡小明 小明說Yeah 老師咒著沒點 蔡小明 小明說Yeah 老師很生氣 蔡小明為什麼你要做怪 大家都喊Yo 只有你偏偏喊Yeah 他說小明說 因為我姓Yeah 不姓蔡 蔡小明Yeah 好吧 是蠻像的 這小話沒聽過 雖然當老師當那麼久 從來沒把姓蔡 叫成姓Yeah 第二個小話叫謝謝 一堂英文課老師在教大家怎麼說英文的謝謝 特別強調Thank you 舌頭要夾在牙齒中間 Thank you 可是小華卻打瞌睡 於是老師走到小華旁邊 叫他說小華來 告訴我英文的謝謝怎麼講 怎麼唸 小華支支吾答不出來 小明看到了 決定提醒小華 舌頭要夾在牙齒中間 小華一聽 頓時信心死的回答說 爹爹 這蠻好笑的 你還佩服老師啊 這老師一看就懂啊 對不對 有人可能看到現在說 這什麼意思啊 這老師天才啊 什麼笑話沒聽過 第三叫做這頭豬 有一天老婆下了班回家 看到老公跟他養的貓在沙發上看電視 老婆就說 你在跟這頭豬一起看電視喔 老公回答說 老婆你真是累壞 他是貓不是豬啊 老婆說我在跟貓說話 說完就進了房間 我在那個時候 我就知道是在跟貓說話 我們家也有貓 不過常看電視的是那隻狗 我們家貓基本上不太看電視 貓喜歡看電視是賽車 他喜歡看在螢幕上 快速移動的東西 不要說我沒教你 好受訪者三是我媽媽 就是他媽媽 他的笑話比較古早 但淺顯易懂 夜那個也不算那個啊 謝謝也蠻好笑的啊 你媽真的有這個常才 所以你應該回去告訴你媽媽 如果到Seven打工太廉價的話 考慮到這個俱樂部去打工 講笑話呢俱樂部 好最後是我 你的笑話就沒題目了啊 一有一個精神病患在寫信 醫生看到了很欣慰 認為病患有希望康復 於是就去問病患他在寫給誰 病患回答說他在寫信給自己 醫生又問那你在寫什麼 病患翻了個白眼說 我又還沒收到信 我怎麼知道信上寫了什麼 二 小明上了大學天天熬夜 於是就黑眼圈 然後長了很多青春痘 有一天他終於受不了 跑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得了一種病 叫做黑眼痘痘 怎麼只有你一個誰啊 就是你一個人笑的啊 你那笑聲蠻特別的 應該錄起來 第三 有一天下大雨 一間精神病院的病患 你怎麼說精神病院啊 你住哪啊 會不會是自訴啊 有一天下大雨 一間精神病院的病患 全都在大雨中脫了衣服大喊 洗澡了洗澡了 結果一個精神病患 站在屋檐底下伸出手 輕輕試探雨滴 醫生們看到了這個情況 覺得這病患有救了 於是就把病患叫過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跟他們一樣一起去洗澡 病患又有一種看智障的眼神 看著醫生並回答說 誰像他們一樣笨 我要再試水熱了沒有 唉那種 這笑話有點黑色這樣 河天堂爆炸以後 下起來雨是不是熱了 好可怕的想法 我覺得上個笑話好笑是因為精神病的兩個笑話很嘲諷 而我也是一個很喜歡嘲諷的人 不是你也是個精神病人 我覺得那才好笑 好 因為黑眼逗頭笑話是覺得這一個用的梗 用得當的梗 不錯 摩納麗莎為什麼微笑 她哭手版 因為她嘴角打玻尿酸 真實版 因為摩納麗莎懷孕了 臉上的微笑代表母性的光輝 應該說她懷孕了 而且她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 萬一她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 摩納麗莎的困擾啊 好嘞 接下來要進到非常相對而言 沒那麼好笑的課程內容 我相信你們修這門課的時候 一定是這門課有很大的期待 我希望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這個期待 我們上禮拜講完了孔子跟莊子 那根據時間順序呢 接下來在希臘時代 希臘時代呢 你看這講義四十一頁 他有一個人沒有 不知道是誰寫的 叫義明 喜劇論綱 喜劇論綱呢 有人說是不是跟亞里斯都有關 四十一頁這邊有一些背景的介紹 那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這個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四十二頁這裡 他這邊特別講到 所以這個希臘人大概對這種抽象思考 一直很有興趣 中國人或者 因為其他的我不知道 那在中華文化裡面 這種分析 比較相對而言是比較少 比較晚 他說喜劇啊四十二頁 喜劇是一種對於可笑的 這當然就是一個套套邏輯的定義 那什麼是可笑的 有缺點的還有相當長度的行動的模仿 用美化的語言 各種美化分別建於劇的各個部分 然後這個美化的語言呢 然後藉人物的動作來直接表達 不採取敘述 藉引起快感跟笑來宣洩這些感情 喜劇來自笑 這是對於喜劇的 在西方的這個戲劇思想史上 好像一直認為悲劇是比較重要的 比較有深度的 喜劇呢是沒程度的 到現在為止 你看到各種影展的頒獎 那喜劇類的演員幾乎很難獲得最重要的獎項 導演喜劇的那個導演大概也都不會被認為是多重要 這個有一個長期的傳統 所以好喜劇演員都被認為是B咖這樣 這個真的是 而且喜劇演員通常都長得比較不偶像 這樣講可以嗎 然後笑呢是來自言詞表現跟事物的內容 這些 然後呢他慢慢就已經發現 在那時候發現幾個造成笑話 或形成笑話的語言學上的一個原因 那這些呢在不同的語言裡面也都有這樣子使用 第一個呢是來通過同音異異字 同音異異字 第二個是來自同異字 第三個來自嘮叨的話 話講很長 在有些象徵裡面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訓練繞口令 那有時候也造成這種很神奇 很厲害甚至有很好笑的效果這樣 因為一般人做不到 尤其像在中文裡面 要那個有捲舌音跟沒有捲舌音 對某些地方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訓練 可是對某些人來講 捲舌幹嘛了太麻煩了 那這也是一些訓練這樣 像那個我們以前聽相聲說 聽相聲 每天早上起來就要練 什麼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到的葡萄皮 講就要非常的快 所以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第四個是變形字 大概跟這個 希臘文或他們這種語系的 比如說加強跟截短而形成的字 另外一個第五個叫直小詞 直小詞有一個註解 在第二個註解裡面 表示親愛外 還可以表示輕蔑或嘲笑的態度 就是直小詞 第六個是變形字 由讀音或這類的辦法造成 第七是言詞的形式 那他有舉例子 這是這個喜劇論綱裡面的一個 簡單的說法 接下來呢 在四十三頁這裡 他也提到 除了這個語言上面 怎麼樣的形成一個笑話的效果 這後來的這個 很多學者在研究笑話的語言 跟笑話跟幽默 在語言學上來分析 中國大陸有兩本書 我最近也做了一些簡單筆記 英文也有這樣的書 分析一下 笑話或幽默的語言結構的問題 然後四十三頁這邊講到 笑有哪些事物的運用而引起的呢 第一個轉化物 醜陋的或美化的 第二個是騙局 騙局為什麼好笑 我都不太懂 第三個是不可能的事 或者可能而不相干的事 出乎意料的事 後來比較多人在談 出乎意料這件事情 這跟笑話有關 我們期待在聽笑話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邏輯的那個 結果最後常常是一個 不合邏輯的結果出來 會造成我們的驚訝這樣 然後又把前面所鋪成的梗給解決了 第六呢是人物的貶低 常常有研究 有一個叫disparagement humor 就貶低人的笑話 諷刺人的 尖酸刻薄的這種 這種也是常見到的 我們到這裡也會講到 第七呢是古蹟的手勢舞蹈的運用 有些笑話是不用講的 是表演的 像早期默片時代 默片時代呢 那個像卓別林 她的那個笑話 幾乎都沒有講話的 就不用講話 就靠動作 還有就是 哎呀這個你們已經不是那個時代 我小時候看那個電影 叫勞來與哈台 勞來與哈台的早期 也是沒有講話的 就兩個人 一個胖子一個瘦子 台灣版在早期 叫王哥與柳哥 就常常一個胖子 一個瘦子搭配呢 由這種對照 很容易造成一個喜劇感 現在啊 我不知道納豆 跟阿肯算不算是這樣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但是就是那種對比強烈的時候 會造成這一組人 你那個什麼號角響起 兩個都那麼瘦 好像就沒有這種 應該有一個吃胖一點 應該寫信給人 你們兩個自己猜拳 誰可以吃胖一點 就會造成這種效果 舞蹈的運用 第八是一個有詮釋的人 選擇最不足取的事物 選擇最重大的事物 這不知道解釋講什麼 第九呢是對話不連貫 而且沒有下文 在上生活講話裡面 常常有一些事情會被打斷以後 是沒有下文的 我自己以前聽過我上課 我以前有錄音這樣 常常我說接下來有四點 然後我就一高興呢 就只講了一點或兩點 我就插題插開了 就沒有再回到第三點跟第四點 我就很佩服那種 老師上課非常非常有條理的 那種老師到了極致就是補習班老師 補習班老師之厲害 那幾乎每一分每一秒都控制得好好的 包括連笑話笑點都好好的 我覺得那真的是很高的境界 我絕對做不到 第四十三頁 他說喜劇跟罵不同 罵是公開譴責人的惡劣品質 喜劇是採取所謂的 恩法西斯 Emphasis 有反應 這個古代的希臘文有這樣的意思 這樣 所以他不是直接譴責的了 他有揶揄的成分 感覺上不會那麼重 但有人就很怕被人家諷刺啊 你罵他他也可以忍受 你諷刺他就反而不能忍受 然後呢 邪虐者嘲笑人們心靈上跟肉體上的缺陷 心靈上跟肉體上的缺陷 常常是被嘲笑的 這個搞不好就變成霸凌 那這個虐這個字我說過了 在中國大陸這字不知道為什麼念削 我們在台灣念虐同一個字 這差別很大 各位如果有興趣 這個海峽兩岸已經做了一個基本工作 我們這邊也出他們那邊也出 基本上同樣內容叫兩岸常用字典 本人後來被抓去做一些後續的工作 在某些條目上面 所以他們就送我兩套 同一本書的兩套 我們在台灣呢是靠部首來排字的 中國大陸是靠發音來排字的 發音然後再靠部首 所以我有兩本基本上內容一樣 編排方式不一樣的字典 這也是海峽兩岸很奇的 然後這個我們在台灣排的是直排版 中國大陸排的是橫排版 內容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有兩本這才好笑的 這真的非常好笑 你們大家不會發現 而在喜劇裡面 笑應該有應該的限度 在悲劇裡面恐懼也應該的限度一樣 可是各位你們發現 這個恐怖片呢越拍越恐怖 對不對現在聽說最恐怖的恐怖片 是韓國人 不泰國人拍的 然後日本人到了夏天一定要看恐怖片 好像不看恐怖片不行 然後現在曾子呢 竟然變成是恐怖片的一個經典 還有好萊塢還會跟日本人買版權去拍 這個我真的覺得 看電影看到恐怖片只有一個功用 你知道嗎 就是帶自己喜歡的在我們傳統 帶我們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去看電影 想要讓她能夠靠近你 借蹤外力就是去看恐怖片 但前提是你不要更恐怖的 鋪在另外一邊的人身上 懂嗎 他鋪在你身上 你鋪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這就很尷尬很尷尬 不要說我老師沒告訴你 好所以這恐怖片 恐怖應該有一個限度 那笑也是一樣 你知道有人真的被笑死了嗎 很少 但是真的有人是會笑死的 恐懼也有人恐懼到死 怕死的 這都可能發生的 不是那麼常見 但真的可能發生 然後喜劇成本包括了情節 包括了性格 這性格為什麼我就不知道 然後思想又打個引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翻譯的 別忘了 言詞歌曲跟演出 意思是說喜劇可能有這些的形式這樣 那喜劇情形是把可笑事件組織起來的安排 這個各位有機會看喜劇片 大概都可以了解到這些 然後他說喜劇的性格分成仇角 超音者的性格跟欺騙的性格 而且喜劇的言詞屬於普通的通俗的言詞 喜劇詩人應當使他的人物講他自己的本地方言 然後使外地人講外地語 這跟喜劇沒有太大關係 以前我學過寫作文或者寫 類似寫作文或寫小說的這種書 就會告訴你 你寫一個人就要像他那個人的樣子 你不能寫著每一個人看起來都一個樣子 除非你在寫駭客任務 Mr.Smith怎麼看都是那個人 情節跟言詞跟歌曲建於所有的戲劇 至於這個打括號的思想性格的扮相 則限於少數人 這是一個原則性的這個說法這樣 然後喜劇分成哪幾類 這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跟這堂課比起來 接下來要討論的 是到目前為止歷史上第一個 我們知道的第一本笑話專輯 歷史上第一本 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知道 因為都沒有人沒有 到目前為止好像沒有人說有這樣 然後你要找的話在網路上可以找到這個 Feel Jealous Jealous是笑 Feel是愛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翻譯 只好翻成愛笑人 因為我看不到任何中文書提到這本書 然後這是在網路上找到的 所以愛笑人呢 是現存已知最早的笑話記 Felos 少一個S這樣 Velos Jealous 有S嗎 Felom應該沒有S這樣 應該沒有那個S 所以第一行那個字應該是錯的 看起來希臘文也沒那個S 沒那個S這樣 Philosophy對不對 各位應該知道 所以就是這樣愛智 Sophie是智 你現在看過達文西密碼 你都知道為什麼他叫Sophie Felosophie 日本有個大學就叫Sophie University 好 那這個呢 原文是希臘文寫成的 原來有265則笑話 那些笑話談到主題有老師有學者有笨蛋 蛋頭學者 還有不少有關女人的笑話 然後幾乎沒有以同性戀為題的笑話 因為很多人現在在研究這個所謂西方或早期 像希臘都覺得他們是有個同性戀的文化傳統 結果他這裡面竟然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是因為失傳了呢 還是怎麼樣就不知道 所以這只是一個他的發現這樣 然後這265則笑話 110則是有關讀書人的 60則是有關某個城市的 30則左右是有關醫生的 然後7則是有關預言家跟戰心家的 其中很多是嘲笑懶惰 如果貪婪 膽小 貪吃酗酒 有口臭的人跟恨女人的笑話很少這樣 後面這幾個 這個有些笑話等我們到講到中國的情況的時候 你也可以來注意一下 然後基本上原來都是口傳的 好那我們就看第一個笑話 編號27 因為笑話透過翻譯 怕這個會走了位 老師的英文雖然自以為英文不錯 但是還是怕有些地方走了位 所以呢我的講義裡面 笑話只要是用英文講的 我都會把英文也打出來 不是為了佔篇幅 而是讓你check一下 老師講的是不是在某些地方不恰當 這樣子將來才有改進的空間 如果恰當的話 你也可以藉此對老師有多一點尊敬 好 第一篇27的笑話就有關知識分子的 他說有一個讀書人生病了 他答應醫生治好他的他就會付錢 然後太太折外說你還發燒了還喝酒 你這樣病好得了嗎 意思就是這樣 他回答說你難道希望我病好 然後付錢給醫生嗎 我當然不要病好了 我病好就要付給他錢 這就是讀書人 常常不知道哪個是重點 好 第46頁編號43 有人告訴一個讀書人說 你的鬍子現在正要進來 這顯然是翻譯的問題 你看英文說 Your beard is now coming in 於是他又轉向後門去等待 另外一個讀書人說 蛤你為什麼要這樣 在他知道詳情的時候說 我不驚訝人們笑我們沒嘗試 可你怎麼知道他這個他的我的鬍子 我的鬍子不會從其他的門進來呢 這笑話我到現在為止 都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為什麼說你的鬍子 現在正要進來 這可能是一個雙關語 或是同音異字 然後他說那進來 那我就到後門去等 因為你怎麼知道他不會 從後門進來 我覺得好笑在這裡 不是在於鬍子或什麼要進來 好第45個笑話就是18禁 剛剛注意一下 應該沒有小於18歲的人 他一個讀書人在晚上強暴了他祖母 你看這希臘人 講什麼笑話是希臘人 因此被他父親痛打一頓 他就抱怨說 你騎在我媽身上已經很久了 我都沒說話 我才第一次上你媽媽 你為什麼那麼生氣 這實在很變態對不對 這種這個我叫做 關係類比笑話 那個你媽媽我媽媽 然後你對我媽怎樣 我就對你媽怎樣 這種真的是一個 還常見的一種 一種笑話的類型這樣 我聽到的是 好像也是祖孫三代 然後這好像是因為管教的問題 還幹嘛 然後這爸爸跟爺爺就吵起來這樣 好編號51A 他有A跟B 就是非常類似的笑話 一個讀書人發現自己在鄉下的地產上 竟然有一口深井 就問人家水的品質如何 農場的工人保證水質非常好啊 還說我們的父母都從這口井喝的水的 那這個大概也是 原文的一個文法上的問題 不然不可能有這個後面 讀書人聽完就很驚訝的說 哎呦你們脖子有多長啊 怎麼可以喝到這麼深的井水 意思是跟莊子有點像 你怎麼知道這井水很甜呢 難道你脖子很長嗎 他想說這個打水上來啊 這個需要脖子長幹什麼 那這個編號51B的笑話也是類似的 那請看到第47頁 編號53的笑話 所以一個讀書人呢跟父親吃晚飯 餐桌上有一個很大的萵具 大概就是生菜啊這樣的東西 還有很多多汁的嫩芽 多汁的嫩芽 讀書人就提出建議說 爸你吃小孩我吃媽媽 這個你大概可以知道 這就是學語言沒學好的人講話講成這樣 那個我有一次去一個朋友家 他們家要吃飯前要先餵貓 然後那個小孩呢本來大概是媽媽餵的 然後那天媽媽跟我們聊天 然後那小孩就要幫忙餵貓 然後那小孩是美國小孩 就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小孩 他大概只上中文學校 所以他的那個語言能力有限 他媽媽就說 就用英文跟他說 你可以幫我餵貓 他說好啊 可是看我們這些人在 他說媽 那你把那個貓東西放在哪裡 貓東西就是餵貓的東西 懂嗎 那個貓東西放在哪裡 後來就因為學到這個 我現在跟我太太每次要去買罐頭 貓罐頭狗罐頭說 我們要去買那個貓東西跟那個狗東西這樣 那覺得這樣講話蠻可愛的這樣 就是貓東西狗東西 有一陣子我太太這個在中國曾做事 就學廣東話 後來呢我們的生活裡面 現在就有幾句話是廣東話這樣 這個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幹嘛講廣東話 蠻有意思的啊去買報紙啊 買寶吉啊 別忘了買寶吉回來啊 別忘了反OK之前買寶吉先啊這樣 不然間就覺得自己好像是香港人了這樣 有一個錯覺這樣 好那個接下來編號57 有個讀書人把奴隸搞大的肚子 你看這希臘人講話真是 希臘也出這種人也出蘇格拉底 你看這個差異真蠻大 有個讀書人把奴隸搞大的肚子 小孩出生的時候 讀書人的父親建議把小孩給殺了 讀書人回答 那你先殺你自己小孩 我在殺我的小孩 你不覺得這個讀書人真的是 很有正義感但是忘掉了 這也是三代笑話 編號64 一個讀書人買了一件褲子 因為太緊了穿不上 結果他就把腳毛給剪了 這句話我剛寫的時候 翻譯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 為什麼呢 後來發現這就是諷刺笑話嘛 沒有為什麼嘛 他就是蠢嘛 這還有為什麼呢 所以那個褲子穿不下 竟然是把腳毛給剪了 這個褲子穿不下這件事情 在我前幾年吧 對不起我的前幾年 可能包含前十幾年 有一個牛仔褲廣告 牛仔褲有一陣子 就要穿得非常緊非常貼身這樣 然後這個廣告做得非常好 就一個男的要穿牛仔褲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穿穿穿 一直穿不上去 然後最後鏡頭就一黑這樣 然後就唱一個非常高的海豚音這樣 他就把牛仔褲穿上去 48頁 有的時候我們會開玩笑說 這個沒有出席的人這樣 這是罵人的話兼描述的話 沒有出席的人 48頁這裡編號69 一個讀書人到過世的同學家去探望 死者的雙親 這個基本的禮貌大概苦心中外都有 死者父親 洞窟不已啊 中文的這個洞 有個心字旁 這是非常非常難過 難過到不行了 在論語裡面孔子 因為他的第一喜歡的弟子 死言緣過世了 他就哭之洞 就是這樣 兒子啊 你留下我這個脖子就走了 他老爸是脖子 死者母親也說 兒子啊 從我的眼中奪去了光明啊 大概就哭瞎了 或者什麼意思 不久讀書人就向他的朋友建議說 假如啊 死者就是他的同學 犯下了這些罪行 讓他爸爸脖了 讓他媽媽失去光明 應該在他還活的時候 就將他活化 這不孝子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 尤其中華文化之下 我們常常覺得中國人講就孝道這樣 就覺得好驕傲這樣 我常常覺得有時候 是因為我們太無知了 哪有文化不講就孝道 那是一個天然的感情 只有中國人講就孝道 才怪了 很多人根本就 你要看壞的 每個文化都有很壞的地方 你要看這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 不會增進彼此的了解 你要看好的才是人類的希望 那每個文化都有他非常好的部分 不然不會流傳到今天嘛 你想那一群恐龍坐在那兒 討論恐龍的未來 說我們恐龍要是不團結合作 我們家就沒有未來 我們的恐龍就會從地球上滅絕 有人在討論恐龍滅絕的原因 我聽到非常誇張的幾個說法 不是沒道理 有人說因為他們不會處理糞便 所以被找氣啊被什麼什麼的 有人說因為他沒發明文字 不能夠將他的經驗累積這樣 很多人就對恐龍滅絕的原因 講得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多樣 有人就最不負責任的說法 是因為一顆彗星撞了地球 所以其實跟恐龍沒有任何關係 那每次有聽到人家在講 人類滅亡的原因 或人類要怎麼永續發展 我就覺得當初是不是有一群恐龍 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 有一群恐龍一定指責另外一 都是你們吃肉啦 像我們這種吃素的恐龍這樣 不是吧 我每次都想說 怎麼沒有人拍一個恐龍滅絕的原因 就一群恐龍在那邊討論 我們如果不怎麼樣 我們就會滅絕這樣 這不是很好笑嗎 就像我們現在討論什麼 京都一定說排碳量多少啦 碳足跡怎麼樣 各位對於什麼環保議題 對很多議題都有很大的關懷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機會能夠穿越一下 那你知道未來人類滅亡的原因是什麼嗎 你覺得人類會永續嗎 在這地球上 恐龍跑哪兒去 還不是恐龍跑哪兒去 最妙的是那些瑪雅人跑哪兒去 那些告訴我們去年 人類會毀滅那些人 講完以後他們全都跑了你知道嗎 你連抓都抓不到他 這世界上最賊的一群人就是瑪雅人 照我們的立法他們會毀滅啊 然後最後你要找誰算帳去 現在沒有人可以找算帳 你知道嗎 店都垮了 能力有限公司 太酷了 我覺得最大的詐騙的集團 就是瑪雅人 瑪雅人 還真有人相信 真的真有人相信 快垮 1999年到2010年的時候 電腦業者發明了Y2K 說我們的電腦沒想要會那樣 所以我們要再花一筆錢來弄Y2K 不然Y2K電腦一當機全世界會很難看 就全世界啥事也沒發生 那有人說 那是因為我們做了很好的準備啊 我覺得根本就是個騙局吧 同學 這世界上有很多騙局的啊 我在教的其實都跟詐騙有關 不是說我教的都是詐騙 被聽錯 談戀愛有很多騙局啊 幽默裡面不也有騙局嗎 哪裡沒有騙局呢 所以我最近又買了一本書說 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 這書名取得真好 英文就有born liar 結果他竟然說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啦 不是沒有道理的 很有意思的一本書 如果你能找到你趕快去看一下 或者你等我將來這門課 一定會變成開放式課程的欸 你放心好了啊 我在準備課名就講得那麼白嗎 叫詐騙社會學嗎 還是我要文藝一點這樣 永續發展的生命倫理什麼之類的 聽起來非常偉大對不對 馬上可以跟教宗對話的 編號70 讀書人去探望生重病的朋友 為什麼讀書人朋友常生病 他朋友他在管跟他說他已經走了 讀書人回說 那等他回來的時候 可以麻煩說我來過嗎 中文到現在為止也是啊 他走了啊不行了什麼的 都是不太好的意思在某些地方 但有時候也有雙關語啊 比如說等一下人家來找我 說孫老師呢 你不知道啊 孫老師他走了 他走了啊 對啊剛剛上課的時候還好好的啊 後來下課他就走了啊 他走了啊 如果你用很悲傷的語調來講 人家一定懷疑 那怎麼沒聽到救護車聲音啊 他已經不需要救護車了 這可以演很久的啊 那種喜劇的那個劇情 常常就是因為一個錯誤的認知 然後可以一直演下去 一直演下去一直演下去 演到最後 你才知道原來沒那回事這樣 這喜劇的一個常用的梗這樣 好所以這個是他走了這樣 不在了也是 孫老師在嗎 喔他不在 跟他不在了 很不一樣 所以跟有一個打電話 有一次我 有一次很有意思 有一個人打電話 幹嘛啦 然後我幫他接電話 他說我要找誰誰誰 我說他不在 他說喔對不起那我打錯了 你聽我回答 對不對 你譬如你打電話 你現在手機 以前的電話跟現在手機不一樣 以前電話是誰都可能接 現在手機除了當事人以外 其他人接你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你常常要問說你在哪裡以前 那電話是固定的 你不會問說你在哪裡 因為你就在電話在的地方 可是現在才會說 你現在在哪 然後就很多人撒謊 我連禮拜天都聽到有一個人撒謊 做捷運我就聽到一個Sales在撒謊 他說王總 我現在勸你們樓下了這樣 我想你在他樓下 我們還在捷運呢 除非他是這棟樓 我們還在電 唉唷他說你等我一下 我五分鐘就到 我想那好可憐 怎麼可能五分鐘就到 我就替他心急你知道 然後昨天禮拜天 聽到有一個人 跟人家約在永康街那裡 老師住在永康街附近 我就穿得非常隨便去買東西這樣 然後就聽到後面有一個人走過來 他說我現在正在停車啊 我想我怕他撞倒我你知道嗎 一看沒有他就在走路啊 然後我現在正在停車 我馬上過來 我馬上過來 天哪你明明就在走路嘛 你為什麼打電話要殺這謊呢 他現在正在停車 其實他在走路 要不然就他開著一輛 他自己不知道不存在的車子 然後我知道他不存在 所以有一陣子說 手機業者要發明背景聲音 你可以選擇背景 讓人家誤以為你在譬如說 在捷運站在人家家樓下 在停車譬如說 那你要在停車一定有個背景嘛 巴咕巴咕你會撞到了這樣 這才像嘛對不對 結果畢竟還是沒做 如果這做的話 那就是詐騙的制度化 為什麼詐騙在你生活中那麼重要 因為對你有好處 那別人詐騙你呢 好一個讀書人去參加婚禮 這讀書人最好不要出門像我 這樣不會惹到別人 一出門我們讀書人就惹到別人 會被別人惹到 一個讀書人參加婚禮 當他要離開的時候他說 我希望賢康禮能不斷結下 這樣天作之和的婚姻 那這個在相聲裡面也出現過 你在結婚不能助人家 下次再結婚的時候也請我 好吧我下水包更大包 那時候賺更多 你不能這樣講話 葬禮也是啊 所以那個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都不要講話面帶哀妻 懂嗎 然後顏色不要穿錯這樣 不要因為你等一下晚上還有個party 你就穿著粉紅色去人家葬禮 那這是很尷尬的事情 那相聲裡面有一段交代 他說下次結婚 我也希望能夠來替各位致辭 這就讓我想起 我那天去參加一個座談 結果跟我座談的人呢 是一個輔導人員 他專門輔導那個離婚的 被丈夫告知要離婚的太太 或者說被拋棄的太太 在前面我又說 孫老師我有幾個問題想請問你 為什麼現在離婚率那麼高 我說為什麼離婚率高 我說不高啊 他覺得高 我說你抽樣誤差啊 他快告訴我他在哪裡做事 我說當然真的單位 每天有人跟你找離婚 你當然覺得離婚率高啊 我說其實不高 然後他就不太高興 覺得怎麼會不高 那這問題怎麼解決 我說有好幾個方法啊對不對 離婚第一個不一定是壞事啊 我說被人家離是壞事啊 如果等待很久要離 然後最後離的這是好事啊 我說我常去的一個地方 叫好事多啊 而且你這人在搞什麼啊 我說這人常常搞這個 所以不是朋友的時候不容易了解 所以這離婚結婚也是 所以我一覺得如果要讓離婚 不會那麼的悲傷 讓離婚大家都可以光光明明 正正大大的離婚 最好的方式就是辦個離婚典禮 你知道嗎 這個呢是源自於我剛回來的時候 一個經驗 我剛回來的時候是菜鳥老師 非常菜 有一天呢我在 我有一年半沒有研究室 所以我就像建日老師一樣 然後那時候在這個 現在叫社科院的地方 然後那個時候老師都 我念書的時候老師幾乎都還在當老師 所以我很菜鳥老師 今天有一天呢大家都下班了 我去拿信 就看到我們主任還在 那時候的主任 然後主任就很生氣 就那邊破口大罵 講髒話喔 你們很少聽到老師講髒話 你知道嗎 老師就算去髒話 也都說我去台中啊 懂嗎 也不會講我去髒話啊 懂嗎 然後他就講髒話 他看到我他就很尷尬 我也很尷尬 我說老師你為什麼那麼生氣呢 他說你不知道啊 這人結婚兩次還有臉發喜帖 我說老師結婚第二次不該發喜帖嗎 我指數太廟美術 結婚第二次 各位認為結婚第二次不該發喜帖請舉手 我先聽一下 沒有嘛 結婚第二次該發喜帖請舉手 好 那可發可不發的人有沒有講一下原因 我當時困擾跟 因為要發兩次紅豆給他 對對不對我也覺得是這個原因 那怎麼樣會讓人家覺得只要包一次呢 你退費啊 你懂嗎 那我第二次在炸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 或者第二次免費啊 第二件不是五八折嗎 懂嗎 這樣就 假如我們真的計較的是 因為我已經包一次都還沒退給我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只是這單一而已 就是我不收錢或者我先退你錢 不是嗎 我覺得我聰明到頂啊 我竟然解決了一個離婚 參加離婚典禮的問題這樣 結果那個老師也說 第一次都沒還我啦 第二次那個 他很生氣的說我就當真了 我真的很容易把人家事情當真 好所以我就回家就這樣很痛苦在那邊想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人的這個困擾 我就想到對嘛就辦離婚典禮嘛 離婚典禮來你就不用收錢嘛 你知道嗎非常神秘的一點 到現在為止台灣的人 個人的帳簿記得最好的就是李金步 還有帳儀的那個死人的那個電影的那一本 那本記得是清楚啊 你有去幫過忙你就知道 那一毛錢不會漏的啊 國稅局只要站在那邊收錢就可以啦 那沒有比那帳更清楚的啊 所以人家到底當初給你多少 你就拿出來看啊 有一次呢就有人說 你這次包多少去另外婚禮 我說我包多少 上次你結婚的時候他有包嗎 我說我結婚在國外他沒包過 那我說那你是包多少 他說我每次都把那個我的李金步 拿出來看啊 人家送我多少我就還多少啊 各位了解嗎 這是一個balance的東西 所以李金步不要小看這事情 不要說老師沒教你 好啦所以我就發明了這個 然後我就到處跟人家講 如果你離婚 你最好辦一個離婚典禮 不用說為什麼 我說這樣的話你再結婚炸人家 人家就會來 因為你已經把錢退了 懂嗎 然後第二個 你要讓離婚的離得光明正當 你最好離婚的時候說明離婚的原因 我們到現在為止喔 婚禮不長久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是什麼嗎 很多人結婚都不知道為什麼結婚 你連去喝喜酒 你都不知道那兩個人為什麼結婚 因為沒有人交代 他們兩個為什麼結婚啊 尤其在這個中國人的婚禮裡面 台灣一樣大陸一樣 我看電影 大家都是這樣 阿六大長輩在那邊開始講話 當事人講什麼 我最想知道的 就是欸你們兩個 你們為什麼結婚啊 講一下沒有 我包了三千六啊 好歹我有個答案嘛 對不對 三千六還包一個答案嗎 有時候還包六千六呢 有人想知道答案嗎 好像沒有 大家就去 啊我在哪一桌 你在哪一桌 你不想知道他們兩個為什麼結婚嗎 雖然你不一定是他前男友或前女友 雖然你不一定是 你試的話你可能更想知道 不是嗎 喜帖上也沒交代啊 我倆僅沾於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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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結婚了 為什麼呢 Why 你們都不好奇嗎 那結婚的 當事人知道為什麼結婚嗎 如果真的不知道 稀里花這樣弄過去 你當天晚上就懷疑 我在幹嘛呀 我是cosplay嗎 換了三套衣服特別是 然後女生都沒吃飽 女生真的沒有吃飽 不知道那婚禮對他有什麼意義 然後跟一堆人照相 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誰 就上了別人的Facebook 你們真的不知道這種婚禮的意義嗎 所以我每次都好想知道 他們為什麼結婚 我快要去跟學生說 如果你們結婚要請我講可以啊 但是你們一定要互相發誓 說告訴來賓你們為什麼要結婚 還真有學生這樣做 真有學生這樣做 我覺得在那最神聖最莊嚴的時刻 你這樣做兩人感情相對而言 會比較凝固一點 因為至少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沒被沖過那頭 我覺得大部分人 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結婚都不知道你在幹嘛 我講得很嚴肅齁 我真的講得很嚴肅 所以離婚也是一樣 你要告訴人家你為什麼離婚 離婚一不講大家都在背後講 你知道嗎 尤其爸爸媽媽不跟小孩講 小孩都從別人耳中聽到 那聽到是亂七八糟事情 那個內傷有多大啊 那內傷有多大啊 所以我有朋友離婚 我都說你至少跟小孩好好講 你們兩個不能一起講分開講 你不講的話那後果很嚴重的 很多人從此就不敢相信感情 你毀了你的一生 或你的一生沒毀 你毀了下一代的一生 沒那麼嚴重啊 他長大他自然會知道 長大自然會知道 你以為什麼水果嗎 然後熟了自然會掉下來嗎 什麼花呢 我真的感觸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這個順便說一下 這段不知道會不會被卡掉 但是我覺得這段真的很重要 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真的好好想 我們為什麼做什麼事情 就像你們修課嘛 修這堂課 為什麼要修這堂課呢 我這次去特別強調這一點 你要是不常常去想 你為什麼修這堂課 你只是說 湊學分或幹什麼 你的生命可以浪費 我真的沒有必要浪費 順便說一下 好來 再回到這裡來 48頁 48頁講完結婚了 編號73最下面一段 同一個讀書人說過 史克里波尼亞的目的是豪邁氣派 只不過埋葬在不健康的地點 這話不太知道意思 可以猜到但是不太知道 好第49頁在這邊 自由這邊說一個讀書人 在太太過世以後 做愛出去買棺材 跟店家因為價錢大吵一下 當店員發誓 絕對不能低於5萬塊 讀書人就回答 既然你發誓我就給你5萬 不過你要送我一副小棺材 以備萬一我小孩用得到 這其實是蠻聰明的想法對不對 第二件五八折之類的 可是呢這為什麼變成笑話呢 就是那種語言禁忌啊 那不希望你講死啊 尤其在大好日子裡面 大部分文化都有禁忌啊 不要講得不好聽的話 過新年的時候 不能打碎東西 打碎東西要講什麼 睡一睡平安嘛 你不覺得神經病嗎 那你每天可以說我是傳奇 我是傳奇 你就變傳奇了嗎 這種時代還需要這樣 講好話難道只有過年那天要講嗎 很多人說 老師祝你教節快樂 你一定很忙喔 我說對啊 學生在下面排了兩圈啊 等著跟我祝福交節快樂 我一直覺得現在流行歌手 都沒有寫一首歌感謝老師的 這是歌壇的一大無路 陶澤也沒寫 周董也沒寫 有媽媽聽媽媽的話 五月天裡面怪說還有我學生的 有一次我講完了 結果學生跑到五月天的網站 那邊去留言說 你老師叫你寫一首教師姐的歌 聽說沒有被回答 沒有被回應這樣 你看嘛教學剛過嘛 寫一首孔子的歌嘛 不要只有阿亮那一首啊 對不對 多寫幾首嘛 好啦所以萬一可以用到 所以這個變成笑話 是因為好像大家覺得 不能講那不吉利的話這樣 唉 什麼叫不吉利的話呢 如果老師說 同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過一天少一天啊 這是不吉利的話嗎 難道我不這樣講 你過一天就多一天嗎 你班節迷嗎你誰 所以我覺得常常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就是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每天要講那種 各位萬福今安 萬歲萬歲萬萬歲 那人真活到一萬歲嗎 別鬧了吧 為什麼有這種奇怪的迷信 我就真的不懂了 要講好聽話 要講對自己喜歡的 要講好聽話 這是我相信的 但是不要就真相信 好聽話就一定會實現 編號98 一個朋友遇見讀書人就說 恭喜你席獲靈兒 讀書人回答 這還多虧有您這樣的朋友 這句話本來就是一個簡單的社交這樣 那如果要想的多一點 那當然就有了對不對 可是現在有不孕的夫妻啊 有人這個有人的婚姻 不是被社會所允許的啊 他希望借父生子或者什麼 這個叫什麼代理孕母啊 或者希望朋友幫忙啊 這時候真的就可能就有這句話會出現啊 所以這個不要小看這個希臘的情況這樣 這希臘的情況在今天可能會有不同的改變 第五十頁呢接下來是講乞丐 大話這兩個字啊 在香港話裡面大話是指吹牛的意思 有沒有會講廣東話的人是不是這樣 是齁沒錯 可是我們有新聞有一陣子叫大話新聞 意思是他是吹牛的 常常廣東人不太瞭解 會講廣東話不太瞭解台灣人在幹什麼 一個很正經的新聞節目叫大話新聞 然後呢一個很漂亮的人 照相叫鋪街 香港鋪該是罵你出去死啊 然後我們台灣人就出去死給他看 還照相這樣 我到處鋪街這樣 還鋪街照 香港人都不知道怎麼辦了你知道嗎 會講廣東話應該不是香港人而已 廣東話台灣人是發瘋了嗎 鋪該還出專輯 你看嘛我們在非常寫 歡迎到台灣來鋪該 瞭解那個 那個懷中有一天有一個人受不了 香港人受不了的時候 台灣就會改進了你知道嗎 某某麵包店就是因為有一個香港人受不了了 然後說那麵包有問題啊 然後台灣才說真的有問題啊 鋪該講了半天 最近還是有人在鋪街 奇怪 然後大話至少那新聞沒了啦 好那節目沒了 但是大家覺得好像大話不是一件壞事 大話是很差的事情 我第一次就知道啦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節目 是那人沒有知識呢 還是那人是反鳳呢 還是他的敵人給他的題目 說我告訴你 有一個很好的新聞的名字啊 什麼大話新聞 真的很好 好透了不相信你去問香港人 然後就串通一個香港人 說哎呀這個名字啊 經過大師算過 這是非常好的數字啊 好啦大話乞丐 就講這些吹牛的乞丐啊 編號106 一個職業乞丐 丐幫的啊 讓他的女朋友 誤以為他是個出生權貴之家的有錢人 這沒什麼稀奇的啦 很多戲都這樣演 有一次他在接待鄰居的接近的時候 忽然間就看見他女朋友 他轉身就說 把我的晚宴服裝送到我家來 這什麼好笑的呢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機智的一個人 不是嗎 好 這是見風轉舵型的 那那個 這種喜歡面子 在孟子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預言 說齊人 孟子講齊人就是齊國人 齊人有一期一切者 他有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 那是有小老婆這個人呢 都每天回家都跟他的妻跟妻說 哎呦你不知道我在外面多瘋狂 開什麼玩笑 我點閱率可是台大第一名的 之類的 那我都跟誰吃飯你知道嗎 校長啊 哎呀我都跟這人吃飯 他太太就跟小老婆說 哎呦嫁這樣的老公 哎呦那時候叫良人 良人翻成英文叫goodman 啊這個goodman不得了這樣 就有一天呢 就偷偷跟他老公去看 看他在外面到底交什麼朋友 他在墳墓堆上撿那個人家祭拜的東西 這是孟子早就有說過這樣的事情 這個乞丐做的事情 可能就跟孟子差不多 搞不好他就是孟子看到的那個人 齊國人 所以到處做這種人呢 編號107 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像前面那位是一個愛說大話的人 但實際上卻是個窮光蛋 有一天他病了 他女朋友沒通知就來探望他 發現他躺在一張蘆薇座的破舊的草席上 他就翻過身去宣稱這都是醫生的錯 全程最好最有名的醫生命令我睡在這樣的草席上 這要死愛面子啦 這是笑話嗎 我覺得我每次看到這個都覺得pathetic這樣 好可憐這人講這樣 這怎麼好笑呢 你覺得這人可憐 但是呢 常常笑話呢 就是要展現出什麼呢 展現出佛教所說的三毒啊 不是三毒通過啊 哪三毒啊 貪啊 這跟基督教的 天基督宗教七大死罪也有一個這個 撐啊 撐是脾氣不好發怒啊 吃 吃有時候就吃心妄想笨啊 守著不該守著東西啊 腦筋不開話 貪稱吃三毒都是要諷刺對象 我們會講到佛教的百慾經 講的這些故事 也在諷刺這些人的貪稱吃這樣 好另外一種被諷刺的人叫做阿布德拉人 這個就是這種族群笑話的起源 或者最早的記載不一定起源 所以阿布德拉人碰到一個太監 就問他有幾個小孩 其實這個問題也有道理 因為有的太監是很後來才晉身的 有的太監是很年輕就晉身的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蠻合理的合法的 任何回答他沒有求求 因此無法生子是 司法老師已經辭窮了 不知道那個東西通俗的話是怎麼 怎麼講的 那英文講bow對不對 對bow 那我就只好翻成求求 阿布德拉人就問到 那什麼時候才會搞到求求 人家已經很尷尬 你還繼續在傷口上撒鹽 太監很可憐啊 太監常常被人家開玩笑 這個我早前學到的一個笑話就是說 這個鐵齒銅牙紀小蘭啊 紀小蘭清朝的一個大官非常聰明 然後太監就像抓著他想聽笑話啊 就像有人抓著我 常常就要叫我講個笑話一樣 可是現在沒太監了 我就不能用這一招 結果那個紀小蘭看到太監 太監說 哎呀呀紀大人 紀大人你講個笑話吧 紀大人說好 太監過南天門 他就走了 大人大人你還沒講完呢 那下面呢 下面就沒有了 太監還沒懂他就走了 太監後來想 呦被紀大人開個玩笑 懂嗎 我要想下次誰攔著我 叫我講笑話 我就想一個 讓他自己去想個笑話 好 115頁 不是一編號115 51頁 一個阿布德拉人看到一個太監 跟一個女人說話 為什麼阿布德拉人老看到太監 奇怪 現在想這樣 那阿布德拉人是幹嘛的這 就問太監說 這個女人是不是你太太 太監說 太監不能有太太啊 阿布德拉人說 那他是你女兒咯 可是女兒也可能是領養的 是認的 是繼承的 什麼之類的 不是嗎 所以為什麼這個也是個笑話呢 我常常就是不太解 為什麼某些事情是笑話 編號116 身為太監的阿布德拉人 不幸獲得了善氣 這真的你需要醫學知識 知道善氣是怎麼得的 善氣好像是什麼 搞完落到了腹腔還是什麼 就沒有落到陰囊裡 那太監沒有搞完 所以不可能得善氣 邏輯是這樣 但為什麼得善氣 我不知道我講的對不對 各位回去問奇摩知識家 或者是問你的駕醫科醫生 這樣會有更好的支持 反正話到這播出來以後 又有人要寫信給我 指證我的醫學知識這樣 你不知道最近還好一點 前一陣子真的每一個禮拜 平均有一封信 我就得回答 編號117 一個阿布德拉人 跟另外一個患有善氣 你看他們好喜歡善氣 善氣難共享一個床墊 晚上他起床去上廁所 當他回來的時候 因為喝了酒 不小心踩到對方善氣的位置 對方嚎叫了一聲 阿布德拉人就問他 為什麼你不將頭朝上躺著呢 這我就看不太懂了 朝上躺著不是踩到他頭嗎 還是這是雙關語呢 還是怎麼樣 你能懂最好 我不太懂 好 另外五月二頁 有一個搞笑人這種角色 jokester 好像阿布德拉人沒有一個笑話 不跟搞完有任何關係 奇怪 搞笑人編號145 當一個做生意的搞笑人 發現警察搞他的太太 他說我真是虧大 為什麼呢 I got something I wasn't bargaining for 為什麼呢 不太知道是我英文的問題 還是希臘文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不過很多人在談感情事件的時候 基本上是用贏阿虧阿賺阿賺阿賠阿 以前有一個學者說這叫賺賠邏輯 大家好像都從這點來思考 好像人家跟你在一起 到時候他跟你分手了 你就你虧大了 你賺大了 你賺大了 你賺到了 為什麼是這種 明明人際關係是 不是靠這種物質的價值來衡量的 為什麼大家在日常生活裡面 還經常有這種賺賠的這種邏輯跟思考 各位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編號151 一個搞笑人看到一個皮條客 享受黑人妓女的服務的時候 就問到 那你晚上是怎麼收費 這大概跟膚色的想像有關 我的猜測是因為妓女是黑的 所以晚上的時候你看不著 所以可能收費會便宜一點之類的 然後這個人想佔便宜 我想只有這樣的邏輯 不然的話為什麼我就聽不太懂這樣 好那巨女跟嫖客也常常是笑話的主題了 151A 看到一個眼科醫生替一個女孩子塗抹藥膏 他說小心啊年輕人 不要在治療她的視力的時候 搞壞了女人的視力 我至少這樣翻了 我這個想了半天 意思就是說 醫生常常在替著看病人的時候 佔病人的便宜 那他是眼睛的毛病 你不要趁機佔了他性方面的便宜 這個到現在還有 有些醫生在看病的時候 不管是牙科醫生或什麼 或者婦產科醫生 婦產科醫生比較尷尬 婦產科醫生男的多 那女生要去看婦科的疾病 常常婦產科醫生會講一些話 你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你現在覺得舒服嗎 你覺得這什麼話啊 這該回答這是專業的話 還是這是輕調的話呢 那個牙醫以前 現在大概都有標準設備 以前有些牙醫 你不是一坐下來 他就把你躺著嗎 對不對 牙醫都很喜歡看病人躺著嗎 你病人什麼時候 坐在那裡跟他看牙 沒有嗎 他沒有說你只要他看阿 沒有嗎都這樣躺著 躺著以後呢 有些牙醫就把他的所有的工具 就放在女生的胸口上 開始在你胸口上拿器具這樣 好等一下我幫你洗一下牙 這以前啦現在都有一個盤子啦 不然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的胸口不就 那萬一還開你胸口 什麼很平啊 或什麼的玩笑 那不是很尷尬嗎 你到時候是看牙醫 還是被性騷擾呢 以前我就聽說有這樣的case 他就很不喜歡那個牙醫 在那附近那時候牙醫很少 只有那個牙醫 然後大家都對他的那個 醫術很高明 醫德不怎麼樣 就你忍一下嘛 牙痛比較重要還是 這這 後來真的有比較多選擇了 好那這是醫生跟那個性騷擾的問題啦 編號151B跟編號260好像是一樣的 當一個搞笑人看到眼科醫生 忙著在一個女孩的重要部位抹藥 他說不要在一毫他眼睛的同時 搞壞了他的深度 這是我不得已的翻譯 你應該大概可以猜到 可能是什麼樣的意思 反正的話不可能是笑話 懂嗎 以前就有醫生啦 好像這是在前幾年吧 自拍啊 然後把那個他的女病人 整形科的醫師吧 把他女病人都拍到他的那個 手機的背影上 在那個開刀房前面 後來被告 那個事情那個好像當時還是一個 帥哥整形醫師 有出一下這種問題 所以這種醫生跟性之間的關係 真的是 或者對女性性騷擾 很少男生去看醫生 然後被性騷擾的 可能女醫師可能會被男性性騷擾 比如說男生去看這個泌尿科 然後泌尿科是個女醫師 好像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然後那女醫師就處之泰然這樣 然後男病人就會問說 醫生我的是不是很大 什麼之類的 醫生就說 還好啊 反正就就事論事 沒有特別那個 也沒嘲笑他 說你這叫大 那才叫大呢 那那男的忙 可能病的就更嚴重 二二六二夜 你又是善氣 一個搞笑人出國得了善氣 回家以後就不問到 是否有帶禮物回來 他沒給你帶東西 但我兩腿那次帶回了一個枕頭 二六三夜 這我都不太懂這種 這種可能看起來會比較好笑 有些笑話是視覺的 不是聽覺的 當然更不是未覺的 絕對不是未覺的 有人刺激一個搞笑人說 我上了你老婆一毛錢沒付 有時候男人跟男人之間 大家要讓對方很生氣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搞你媽媽 我搞你姐姐 我搞你女朋友 這就讓對方氣到不行 就這種程度 然後一毛錢沒付 他說我是他老公 所以有跟這個怪物上床的義務 可是你為什麼要自苦如此 這是這種 還是怎麼樣都還是拿到開來開玩笑 這在我們來看是不太恰當的 另外一個叫凱美人 凱美人是小雅西亞海邊的城市 是愛笑人中最被恥笑的對象 159的笑話 因為凱美人蓋了一個大的打鼓場 然後就請他再到另外一端去 他問他下來 你這樣可不看得見我 他回答他很難看得到 快看不到了 他說總有一天我會蓋一個更大的打鼓場 這樣我們就不必會被 我們就不必看到彼此 這個要夫妻關係過了一陣子 你才覺得可能有一點好笑 基本上是不好笑的 那接下來我只選了這一個 那接下來是莽夫的故事 不是魯夫 大家都知道魯夫在哪裡 去年的一個笑話說 魯素去見孔明 孔明就問說那魯夫人好嗎 他說他在什麼航行在什麼大海上面 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同學都一直笑 然後我都不知道點在哪裡這樣 然後最後學生終於知道 我不知道魯夫人是誰 我說魯夫人不就是魯素的太太嗎 他說不是老師是魯夫 就一個大同學老師說我們翻成鹿飛 那這笑話你怎麼會懂呢 那魯夫人跟你鹿飛人這樣 好一個魯莽的占星家替生病的男孩 排了一個命盤 然後告訴男孩的母親說 這個小孩還會活好幾年 於是他就要求這媽媽付款 我已經把小孩看了命了 然後他媽媽說你明天再來吧 我再把錢給你 這個看這個人就說 那怎麼行啊 萬一你小孩今天晚上就死了呢 明天我不就拿不到錢了嗎 跟你不是說還會活好幾年嗎 你看你知道嗎 就說算命的是騙你的 有時候算命的只是讓你覺得舒服一點而已 可是很多人呢 古今中外都一樣 貴爲總統也是一樣 以前美國雷根總統的時候 他太太極度相信戰星師 每天出門做事要看戰星師的建議這樣 我們台灣呢 這個戰星師在綜藝節目裡面 影響力非常的大 有幾個著名的告訴你 哎呀你講是什麼星座的啊 這個禮拜怎麼樣啊 這個禮拜怎麼樣 我以前超級喜歡看這種節目 跟這種報導這樣 因為我每次都在那邊搞笑 你今天會碰到你心愛的人 我每天都碰到我心愛的人 OK 講什麼呢這樣 然後什麼你會遇到你結婚的對象 我已經跟結婚對象每天都遇到 我還跟你遇到這樣 那講那些我不知道能有任何意義 我還是戰星師我早就自殺了 每天講那種不知道是什麼意義的話這樣 那你們還看得像真的一樣 欸他說我這個禮拜啊就好穿綠色的 你穿綠色怎樣 啊 啊說我這禮拜運勢又對綠色有好處 我靠 念大學了還相信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好 54頁 無能的人 經常有這種感覺 有人問一個無能的老師 普里阿姆的母親是誰 你不學西大歷史 你大概不知道 你看過那個那個那電影叫什麼 特洛伊 大概就知道 那這個人說不知道 他說我們可以很禮貌地稱呼他媽媽 所以就像我有一次 這個事情真實發生 為了提倡學生了解 有性別平等的概念 在我們知道偉人的同時 不要忘掉知道偉人的太太 跟他的媽媽還有他的女兒 都叫什麼名字 有一次我教孔子 我說同學你們去查 兩個孔媽媽叫什麼名字 有時候說兩個孔媽媽 孔子取兩個嗎 我不是啊孔子媽媽跟孔子太太 孔子太太隔壁不是叫孔媽媽嗎 孔子媽媽我們不知道叫孔媽媽嗎 學生說好 結果就有一個人說 就回答 在我沒解釋這個時候 孔子媽媽很簡單就叫孔媽媽 孔子太太也叫孔媽媽 不就跟這一樣嗎 欸 既然有日本同學在這兒 喔 我要更正一下 這日本同學剛剛很認真的 我上次問他這個 有關感謝金的問題 我不是說這個 我有學生到日本唸書 他發現學費裡面有一項感謝金 這個房租裡面有一項感謝金 結果日本同學其中有一位說 好像聽過房租裡面有 但現在沒有 然後這個日本同學告訴我說 他回去問了他的爸爸媽媽 還上網查了一下 都沒有感謝金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的學生當初去是被糊弄了 還是他記錯了還是怎麼樣 但至少日本同學非常認真的查了 說沒有 所以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也跟這個這段 如果前面有這段也要放進來 免得人家誤會 所以像這個事情 到底有沒有感謝金這樣 好 那既然日本同學在 我們就順便問一下 鄭成功的媽媽叫什麼名字 鄭成功媽媽日本人 在那個鄭成功的那個 日本的那地方在海邊 有一張照片寫著 鄭成功誕生地 我靠 他在海邊生的 蠻涼的 大陸有夫子洞 他在洞裡生的 然後有一個小孩在馬朝生的 各位都知道對不對 馬上他的日子就要到了這樣 所以鄭成功媽媽叫什麼名字 我查了半天查不到 除了鄭媽媽這個答案之外 這也是很老的笑話 鄭成功媽媽有個日 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有日本名字 然後鄭成功好像有一個 叫大墓這樣 大墓如果照日本來念 就大墓這樣 大墓就是大 不是嗎 所以鄭成功媽媽好像在那個 閻平俊王詞 有一個鄭成功媽媽 牽著小鄭成功的像 很感人啊這種像 可是也沒有講鄭成功媽媽叫什麼名字 我一次就叫同學去查 同學查不到 然後網路上有的那種 有講到姓什麼 然後名什麼 但是那個好像不太一樣 不知道一個人抄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就查不到鄭成功媽媽 真的叫什麼名字 各位有機會去查一下 不過最近有人很恨鄭成功 所以要不是鄭成功來的話 我們現在早都是荷蘭人了 我們可以享受非常好的荷蘭的福利 所以你有沒有看過網路上一篇文章 我以前傳過 笑死人了 他先把荷蘭講多好 最後說都是你鄭成功 要不然我們現在都可以享受這些福利 自己不努力還怪鄭成功 好編號201剛從國外旅行回來 去請教一個無能的率命先 無能啊通常都是你事後才知道的 你當時都認為他可以解救你啊 他問他的家人率命先說 人人平安啊特別是另准大人 可是這個人說 我的父親已經過世十年了 率命先說 你更不知道你真的父親是誰 你真的父親還沒過世 你看這招厲害吧 太厲害了這人 真是 所以啊一張嘴啊 接下來是五十五頁啊 一個無能的詹姓師 替一個男孩排了命盤 然後說你將來會成為律師 市府官員 然後會成為州長 可是男孩沒多久就過世了 男孩的母親就質問詹姓師 他已經死了 你還說他成為律師成為州長呢 詹姓師說 根據他的神聖記 如果他還活著 他是會成為這些人的 你看凹成這樣 以前這個常常有人諷刺這些人 當然率命的裡面 有同學有認為很準的 也有人做過這個社會心理學的實驗 就大部分的率命之所以準 是因為他講很含混的話 然後所有的準 都是你自己去靠上去的 你小時候生過一場大病喔 什麼叫大病啊 那誰有不生病呢現在 我腸病毒欸 對耶 我那時候感染什麼 對啊我就一個月沒去上課耶 他有說一個月沒上了就大病嗎 一個禮拜沒上了就大病嗎 要不然就說 可是我沒有欸 我健康寶寶欸 所以你父母親替你折了瘦 馬上可以轉 你知道嗎 我要是被台大解聘了 我去當算命 這太容易了 多好賺 我就穿上那種很神秘的袍子 然後把這個所有的燈都滅了 點上幾根蠟燭 不過那個壞處就是 晚上洗鼻子的時候 一定要洗鼻孔 因為那個鼻孔會黑黑的 然後就非常神秘的搞 一天只算兩命 然後呢每一個人要帶蛋糕來 這樣我就可以吃你知道嗎 我說你就是 你帶什麼樣蛋糕來 我就可以看出你這個人 神秘吧 然後我吃出蛋糕來 我就可以發現你的胃 味道的胃 然後我要是有打飽嗝 就表示你是心靈非常那個人 我跟你講搞下去 一堆人一定瘋掉 你們不要來就好 你們千萬不要 你們不要吹亂 給我搞反宣傳 我到吃完蛋糕 我會發送給你們 好不好 各位如果開店 我可以訂你們家的蛋糕 可以嗎可以嗎 我們這樣配合一下 一個無能詹音聽一個男朋友說 你無法成為人父啊 男人看來說我有七個小孩啊 他說那你就好好照顧他們吧 那他當然也可能說 你確定那是你的嗎 對不對來搞一下顛覆嘛對不對 到時候 貪吃的人 貪吃的人 貪啊 貪不僅貪心啊 貪吃 一個貪吃人家 別問他 你給女兒什麼嫁妝 他說我就是給他一間房子啊 那間房子面對麵包 做麵包的房子啊 我覺得這跟畫餅沖雞 望眉止渴一樣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幫他買一個房子啊 買哪兒 買在吳寶春麵包店的對面 或樓上啊 這樣的話他每次烤麵包 你就聞到香味了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那也不錯的你知道嗎 不過同學 不要說老師沒教你啊 老師除了教你這個愛情以外 還教你買房子 買房子千萬不要買在 樓下有餐廳的 你家會有老鼠 髒亂還有味道 再好吃的飯 你每天聞 你都會噁吐 都會噁吐這樣 很不幸的 老師每次搬家 都住在餐廳樓上 你現在不住在餐廳樓上 也蠻困難的 以前我們家老鼠 就非常大隻啊 我們家的貓 看到老鼠 都以為看到史都華 你知道嗎 史都華你知道嗎 那隻白色老鼠會講話呢 還有小汽車可以開的那個 Stuart Stuart Little 對不對 救他 有一天我回家看到三隻貓 圍著一隻老鼠 哇 平常看到老鼠 我也跟大家一樣都很害怕 哇那隻老鼠長得眉清目秀 一看就像是大家閨秀 我真的沒看過老鼠長那麼漂亮 坦白跟你說 在看完史都華電影之後 我就看著他 然後我們家的貓也看著我 然後看著他 我靠 史都華 貓就沒差一點這樣 這樣 貓沒做出這個動作 不然的話我就覺得 我一定在卡通影片裡 這樣 不然那史都華 就裝死啊 然後我就把我的貓勸開 我就讓史都華回家吧 他媽媽在想他呢 結果我就餵罐頭給我貓吃 史都華就走了 這是我跟史都華相遇的故事 怎麼樣厲害吧 我也可以去做這種卡通影片的這種配音跟故事 好買個麵包店 不買個麵包店對面的房子 另外酒鬼 一個酒鬼在酒吧喝醉了 有人進來告訴他 你太太死了 他說老兄 這真的是你從又喝東西 調製一杯酒的機會 那想喝酒 人家死了 還照樣喝酒 可以說我敬 我敬你一杯 我乾一杯 有人愛喝酒 真的什麼理由都可以 56月 有口臭的人 一個有口臭的人 把他太太吻一吻 然後說我的淑女 我的女神 我的愛神 他太太轉過去回答他 我的宙斯我臭死了 你看我把他翻譯的 我覺得我翻譯的真好 可以得翻譯講 宙斯跟臭死差不多 一個有口臭的人問他太太 夫人你為什麼那麼恨我 他說因為你愛我 他愛他他就會對他太親近 要口臭他就沒辦法 有兩個演員 同時愛這個年輕男演員 其中一個有口臭 一個有狐臭 你看真倒楣啊 這個人 第一個女人說 主人給我親親 對女人說主人給我抱抱 但他卻說我該怎麼辦呢 這個兩個惡魔讓我左右為難 然後接下來是56頁的這個 性飢渴的女人 別忘了這是男人記載的這個 笑話集 所以會對於這樣的主題 會有興趣 如果是女人的話 可能是另外一種 57頁編號244A 一個年輕男人 對他性飢渴的太太說 我們該怎麼辦親愛的 到底是吃飯還是做愛 太太就說你可以選啊 可是我們家裡 連麵包屑都沒有了 所以沒有飯可以做 要做只有另外一個事情 美國在1960年代 反對參加越戰的人 提出了口號 叫Make love not war 所以後來英文裡面 make love就變成做愛的意思 可是做愛通常連愛都沒有 只有sex 如果make love就有愛 那一夜情那還得了 大家都愛心滿滿這樣 所以這是到目前最誇張的一個字 叫make love 其實一點love都沒有 有人甚至連對方名字都不知道 好 那這個第二 二四五A 一個年輕男人 邀請一個挑剔老婦人到她家去 她對她的仆人說 替我調一杯酒 和她做一場愛 假如她需要的說 她需要的話 她就是要喝酒要做愛 這個女人馬上說 我不渴 大家意思就是 那我們馬上做吧 好 這個都是這個男性的性幻想比較多了 恨女男 這個misogynistic man 這個很多男人很恨女人 有一個女性主義者甚至寫了一本書 也有中文一本 叫做為何男人憎恨女人 我們家我太太書家上就有那本書 每次看到那書名都覺得非常的刺眼 為何男人憎恨女人 然後那書擺在書家上又特別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特別特別 你會看到那本書這樣 編號246 一個恨女男站在市場上宣稱 我要賣我的太太 而且免稅這樣 當然別人為她為什麼 她說這樣當局就會沒收她 因為她是非法的在賣她太太 所以當局會沒收她 247a 一個恨女男到死去的太太分錢之意 別人問她說誰死了 她說我 因為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這可以變得非常的浪漫 也可以變得非常的無情 這句話 恨女男 然後248a翻到另外一頁 58頁 一個恨女男生命快死了 當她太太告訴她 假如你有三長兩短 我就上吊自殺 她的太太這樣說 然後她就看著她的太太說 趁我還活著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 你就幫我這個忙 你就上吊 這個都是那種夫妻關係很不好的時候 常見的這種黑色幽默 249編號 一個恨女男的太太老是喋喋不休 或者爭議不休 當她過世的時候 她將她的身體放在盾牌上 帶到墓園去 其他人發現就問她說 為什麼放在盾牌上啊 她就跟她 她就說因為我太太是個鬥士 只有鬥士才放在盾牌上 好這個大部分男人都會覺得女人 很愛講話喋喋不休 這是一個刻板印象 其他呢編號250 一個年輕人被問到 是否遵從她太太的命令 或者她太太聽她的命令 她就說我太太怕我 就像我是她拉的屎一樣 這句話講得非常有意思 在中國文學史上 最有名怕太太的人叫陳濟長 是蘇東坡的朋友 蘇東坡為此還做了一首詩 雖然不太押韻 那後來這個香港就把它拍成電影 由古天樂演的跟那個誰 張博之的 還拍了兩集好像 叫河東詩口是不是 這樣的 蠻有意思的 這也是一個典型 那在林玉堂的時候 他就發明了叫做 在所有的這一切 英文縮寫還沒太紅的時候 他就發明了說PTT俱樂部 PTT不是你們現在的PTT 叫做怕太太俱樂部 這個也在民國初年的文人之間 變成一個茶壁 茶壺裡面自己覺得的幽默 編號251 一個當家的女人 有一個頭腦簡單的奴隸 當他窺見他的另外一個頭有說粗的時候 這你聽得懂意思 不是肚臍眼上面的 是肚臍眼下面的 他就產生了性幻想 於是他戴上面具 想讓他的奴隸認不出他來 然後在他奴隸旁邊出現 然後就跟著 然後這個奴隸就跟著完 跟他發生性關係 然後他就像平常那樣發出聲音的聲音 他向自己的女主人報告說 主人報告說 先生先生我和舞者做愛 可是裡面卻是個騷貨 這應該也是語言上的問題 這個翻譯起來 並不能夠那麼的傳達這樣意思 但是你大概想見那樣的情景 大概可以找到這樣的意思 這是希臘最早的愛笑人的這個笑話集 我參考的都是網路的版本 那這個笑話你可以看到 是對於知識分子的這個諷刺 對於某種愚笨人的諷刺 對於女人 喋喋不休的女人或性飢渴女人的諷刺 但這種對性飢渴的諷刺 某種程度反映出當時的男女關係 當然這個剛剛一開始有說 這裡面並沒有談到任何同性戀的這個笑話 不知道是沒有蒐集到還是怎樣 沒有你就很難說 在做研究的這個 在做學術研究的一個歷程上面 有一種研究方法叫 counterfactual 違反跟事實相反的 或者事實反事實的這種研究 能不能有 有的會這邊加一個短痕 counterfactual fallacies 那 counterfactual fallacies是說 既然歷史上沒有發生 你就不要去探討 尤其學術研究也不可能去探討 它為什麼沒有發生 這在學術研究上有一派人 認為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你不能說為什麼沒有鬼啊 可是呢 常常你發現這種問題出現的時候 常常不是這種為什麼沒有鬼 這個事情 而常常是什麼呢 是說它在對比兩個社會的時候 發現這兩個社會在以前的發展 一個慢一個快 結果到了某一個關鍵點的時候 慢的那個忽然變快了 快的忽然變慢了 像歸途賽跑一樣 那這個不合常理 所以有些人會這樣問 那在我以前研究的科學社會學科學史 我以前的專長 回台灣以後幾乎沒用過 我在唸博士的時候專長 那就研究說 歐洲的科學史在16世紀以前 大體上來說 歐洲科學史是落後於中國的 落後很遠的 可是就在16世紀以後 西方歷史上出現了所謂的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學革命 中國卻沒有出現的科學革命 所以沒有一個所謂的典範的轉換 沒有一個paradigm shift 所以呢中國就繼續在老路上走 進步就非常慢 然後西方科學呢就一日千里 變成了那種像指數的成長 exponential growth 所以西方科學一要變成 當代文明的引領者 中國在16世紀的那個 那關鍵時刻就落後了 所以呢就有一個這樣的研究的題目說 為什麼中國沒有近代的科學 那同樣的類似的東西 為什麼西方發展了資本主義 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 這種經濟體制 就很多後來就很多就類似這樣 然後有人研究美國 說美國資本主義那麼發達 那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 都會產生社會主義 而且呢在歐洲思潮上 社會主義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歷史 可是美國卻沒有發展出社會主義 所以也有人寫書 Why there's no socialism in America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 這種思潮發生 沒有喔 這都對很多人來講 當然你從counterfactual 沒有就是沒有嘛 這是什麼好講的呢 可是在很多大問題的思考上面 常常這個沒有是因為 假定他應該有 因為別人有 可是你既然沒有 那為什麼 是社會的結構的問題 還是一個歷史什麼樣的因素的問題 counterfactual 所以像這個希臘神話 我們剛剛不是講希臘神話 希臘笑話 這種沒有同性戀的笑話 你要怎麼去解釋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可是沒有就是沒有 要怎麼辦 在人際關係裡面 尤其男女關係裡面 常常沒有要被解釋 為什麼沒有 這是很令人繁瑣 討厭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喜歡 你搬上那個漂亮的笑話 那戲話 我比較喜歡你啊 亂講 我覺得你是喜歡不到他 才喜歡我的 我就沒有喜歡他呀 我就喜歡你啊 我們看吧 我是比較他差 比他差的對不對 你看你就是 你就覺得你自己沒有他好 沒有不好 不夠好到可以喜歡他 所以才喜歡我嘛 所以我 你覺得我比不上他對不對 這結論怎麼跳出來的呢 自己玩玩下去跳的結論 然後 然後你幹嘛 你就要去蓋花承受他的結論嗎 如果你這樣很傻的說 對我覺得你比不上他 你看 你看我就知道你有 你看證明了你也有 你知道嗎 就是同樣的邏輯 就非常非常荒謬 最後可以證明的是 你其實是有的 所以你要跟他爭議什麼 沒什麼好爭議的啊 沒有的東西到時候會變成有啊 那這個只是一個小事啊 如果你碰到那種政治黑暗的時候 驅打成招的事情 叫你逼一些 你根本就沒做過的事情 那在歷史上就經常出現 然後倒霉都是這種 政治的知識分子啊 最後大家就是為了為現實低頭啊 低頭以後 知識分子最麻煩的是說 他後來就會看不起自己 很多人就因此沒辦法面對自己 就自殺 大陸的文革就經過這種情況 很多人很慘很慘的 很優秀的學者 就是因為在文革之間不分青紅照白 很多人被虐待到 我天天天看到一個介紹說 哎喲天啊 那傢伙沒有到台灣來 他覺得國民黨不是他 不是他要支持的 他要支持共產黨 結果到了文革的時候呢 他年紀已經滿大的 在那時候1966年左右 結果洪輝兵就在他的床頭 裝了兩個大喇叭 每天播放那個 然後弄到他耳朵 龍掉 那精神上折磨 那出去交代什麼事情就更糟糕 我以前看到都不相信 現在在看到覺得 知識分子的末路 當成笑話講還算好的 好這個我們接下來另外一個主題 是赦諾芬這個人 赦諾芬這個人 你是用英文的拼法 叫赦諾芬 如果你用希臘文的念法 他叫赦諾芬 就克舍諾芳 或克舍諾芬 他寫過蘇格拉底傳 他也寫過會影篇 這會影就大家在一塊吃飯 吃完飯聊天 那在柏拉圖也有一篇很有名 很有名的一模一樣的名字 英文都翻成symposium 這是從希臘文來的 symposium 我們現在開研討會 叫做symposium 研討會吃的東西真的很少 大家在那邊很嚴肅討論一些問題 我從很年輕開始就覺得 研討會是全世界少數無聊的事情之一 少數無聊的事情之一 那研討會呢 大家都好嚴肅好嚴肅 我後來盡量去參加 盡量不參加研討會 參加研討會我一定想辦法 把他弄得幽默一點 我有一次批評人家的文章 被安排批評人家講十分鐘 我幾乎每一句話就是一個笑話 還學術笑話 這非常不容易的同學 非常不容易的 那天我接待日本人 那些日本人笑的那樣的話 你絕對不會相信 日本人是一個不幽默的民族 笑得很開心這樣非常開心 好所以盛諾芬這個人 那他呢這本書中首次出現在西洋歷史上 出現的是叫Gelotopoist 叫專門給人逗樂的人 這種名詞跟這種角色 那這一段就是要來介紹 這種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出現 他們有這種角色 當然在中國漢朝 在文獻裡面 就開始有過這種優的角色 現在很不幸 優這種名詞只有在日本人用 AV 女優 男優 生優 中文好像已經不用優這個字來代表 這種人或這種角色 好他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這時候呢所有人都在默默錯癮 大家喝東西 好像有股超資料力量在他們中間蔓延 忽而大門那邊響起了叩門的聲音 專門給人逗樂的菲利布斯 這個菲利布斯不知道後來柏拉圖 有一個對話錄也叫菲利布斯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還是那時候只有這幾個名字 大家輪流用 誰有空誰用 像那個叫什麼 微笑單車一樣 誰有空誰用 然後菲利布斯告訴門丁 請他向裡面通報 要求在這裡借書一晚 那時候有人沒有旅館 你不能住旅館 也沒車站 你也不能睡來車站你 你這個辦法呢 就是睡跟人家講 大戶人家請他借書 然後他又說他到這裡來吃喝 都有一個朋友附帳 所以呢他的隨從 除了帶了一個空空如也的碗 飯框什麼也沒帶來 這個人不僅要住你家 還要吃你家 那大戶人家大概覺得無所謂吧 聽到門丁通報 卡里亞斯就說了 讓他進來好了 再怎麼樣也不必介意 替他準備一個小房間 給他睡覺 這是記載裡面 說著他瞥了一眼 奧托旅客落座的地方 這個奧托旅客 聽起來就是旅客 各位旅客 各位旅客 就是講這些人 物質難難 對不起啊老師 血糖已經有點低了 所以這笑話都有點冷 那些逗樂的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 他逗樂的東西 這些人還是有帶逗樂的東西來 好 61 頁 那位專門給人逗樂的人 這時候就站在端送菜窯進出的地方 站在廚房進出的地方 然後朗聲道大聲的說 我說你們都知道 我是一個專門給人逗樂的人 所以我在來這裡之前 我就想好了 這種不請自來 給你們帶來一些逗樂表演 比聖情邀約要好一點 根本就沒人請他 自己還掰成這樣 聖情邀約才好啊 你這不樹枝客 誰稀罕你來逗樂啊 你大概程度也不高 大概是這樣 一定要自己這樣講 好 那麼卡里亞斯說 那請你自己找一隻 踏椅坐下來好了 你也見到這些人 都已經被那些 嚴肅的想法灌飽了 正想來一些逗樂的東西 這個蝎子打錯了 來一些逗樂的東西 好吧 你就來做餘性節目吧 於是呢 燕影繼續舉行 菲利波斯也想盡責任 所以他講了一個小笑話 可是這個笑話呢 跟老師今天一開場笑話一樣 完全沒有引起別人一笑 那可憐的傢伙只好物質 煩惱起來 也跟老師一樣 唉 接著他又試了一下 結果第二次還讓人家感到 索然無味 也跟老師一樣 你看今天的頭跟尾這麼呼應 說著說著忽然停下來 抚面倒在長榻上 這跟老師不一樣 老師因為沒有長榻可以倒 不然的話我也倒給你看 你這是幹什麼 卡里亞斯問 你不是哪兒疼到不行嗎 菲利波斯探了 是的 卡里亞斯是疼到不行 因為這人世凡間的笑話 已經枯竭了 我所有的存貨都已經沒了 早些的時候我會被人家請去 聚在人家厭隱的時候 給人家說些笑話開心 但現在不行了 現在還有什麼人會來請我呢 現在我也得去講一些不朽的道理 不然我怎麼可能 嚴肅的起來呢 所有人都知道 在我們那裡聚在一起吃飯 不可能是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誰也不會立下這樣規矩 讓我回來 回請就來邀請我 回去就來邀請我 應該是這樣 他說話的時候一邊還抽著鼻子 語音帶一種深深的悲傷 於是大家都來勸他說 好好下次大家一定好好笑一笑好不好 你就吃點東西吧 所以下禮拜要是老師在講笑話 你們不笑 老師也抽鼻子給你們看 好 最後他就顧不得憂鬱的 就爽朗的笑了起來 菲利波斯也抹去臉上的沮喪 對著自己內心自言自語道 乾杯吧我的心 我在這裡也可以做許多廝殺的事情 講什麼都沒聽懂 反正就是一個人悲哀到不行了 覺得自己講笑話不好笑的 所以今天我要是走路回家 我待在路上想 我到底錯在哪裡 我到底錯在哪裡 是不是給他們加千人太多了 好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專門的問題 你要注意一下 一個就是專門給人逗樂的人 是一種職業 但這種職業顯然已經衰落了 很多人現在這個 有一些場合我去參加 我去參加一些這種 這些場合呢 他們最後要找人來表演 都是找唱歌的人 很少人找那講笑話的人來 在台灣 所以這大概 第一個很難找 第二個大概這個 大家不覺得笑話是一個長才 就很多人喜歡唱歌唱卡拉OK 尤其你找了一些歌手來 那為了配合那個場合 有人會跟歌手合唱 歌手都非常配合 拿了那個然後就跟人家搂在一起 唱雙人枕頭 那種歌沒有感情怎麼唱得出來呢 我的小學同學兩人唱得像有奸情一樣 我覺得雙人枕頭唱得好 就看起來你就覺得他們兩個 曾經睡在一起過 那才像 我小學同學可以有這個辦法 小學同學看到了以後打個招呼 下同學以後回去 唱得去我就不可思議 你們沒聯絡過 沒聯絡過 兩個人唱得那樣像真的一樣 我要是唱得那樣 我待會回家就不用回家了 我就回另外一個家 專門給人逗樂的人是不請自來的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他的那個生意 已經淪落到那個樣子 還有專門給人逗樂的失敗笑話 跟聽眾安慰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技術 在一場生活裡面 我們常常需要去安慰失敗的人 怎麼安慰失敗的人 成功的人我們要去戰場他的成功 這相對人比較容易 可失敗的人呢 一個人考試 譬如說你跟你的好朋友 一起考大學 結果你考上了他沒考上 你要怎麼去安慰他 你考上了這個勢力最好的學校 對不對 2.0的學校 他考上0.8的學校 你怎麼辦 你怎麼安慰他 你怎麼安慰他 我覺得你程度一直不好 所以你考上那學校是實至名歸 這叫安慰人嗎 這三個要撒鹽吧 你難道講說其實我程度沒那麼好啦 這次考都是運氣啦 你就有運氣我就沒有嘛 你知道講什麼呢 你打電話去講什麼呢 你明天再考 我相信你明天一定可以考進來 當我的學妹或學弟這樣 你難道會說你不念我也不念 我覺得這制度是不公平的 你看讓我們兩個分那麼遠 這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不念 我陪你去補習 同學你要不要檢查一下腦子 如果你要勸人有人這樣勸的嗎 用這種方法也蠻特別的啦 所以這個要安慰人是一個很大的藝術 這不是誰都可以的 接下來日常生活的優 嚴肅跟休閒的比例 我們大部分人認為日常生活你工作的時候 是處於這種嚴肅的模式在生活 那你晚上回到家休息了 你穿著也隨便也休閒 你希望思想啊生活上都休閒 所以你就覺得回到家是放鬆 所以聽笑話講笑話是放鬆 這是日常生活作息安排上面 我們大部分人會這樣 但是我就不太懂為什麼上課或念書 我們就不能夠休閒 不能夠輕鬆 為什麼一定要那麼的嚴肅 這是我到現在為止不懂的 我到現在為止不懂的 我每次講一個很冷的笑話 我說我們又不是台灣第一家嚴肅機 幹嘛那麼嚴肅 我知道了 我今天反正回家哭了 反正九月已經到底了嘛 明天就發薪水了嘛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你應該會想到什麼 大家想要去看 那麼你怎麼能夠 那現在大家看 我會想到這裡